我是真的想把它们送出去 发现很多朋友对我这缸小孔雀鱼苗很感兴趣 今天出一期视频单独介绍一下 这些鱼苗是6月5号出生的 到现在差不多3个月 这是它们的父母 看多漂亮 公鱼的尾棋特别大 再过一两个月 它们也会变得这么漂亮 刚出生时长这个样子 特别小 就像米粒一样 当时大概有50条 现在还剩17条吧 中间淘汰了一些体质弱的 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消逝了 从出生第三天开始 我就为它们孵化的风年虾幼虫 长到两个月的时候 就用小型饲料和风年虾掺着尾 这样保持营养全面 再过两个月 它们就算成鱼了 就具备繁殖能力了 到时候送鱼友 在前面视频我也提过 要把它们送鱼友 很多鱼友也表示想要 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我不是商家 没有那些专业的打包工具 也没有氧气 所以暂时只能送给 郑州本地的鱼友自取 向外地的鱼友说声抱歉哈 不过我也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呀 后面我会去换掉市场 找一些鱼店的老板 看他们能不能给我带打包 给他们一些打包费 这样就能送给外地的鱼友了 但是 鱼暂时寄不出去 但水草可以呀 像这个缸 水草已经长到水面了 这个周末我就把它们打头了 然后寄给鱼友 上次送草还是一个月前 体验还不错 后面我还会再开新港 到时候就能多送点了 毕竟草干的乐趣也在于分享嘛